一篇文字 一首歌 一种声音 一份私藏 欢迎收听 静波频道 大家好 欢迎来到静波频道 这几天呢 有一部电影 引起了我的兴趣 非常想看 就是管虎导演 冯小刚主演的电影 《老炮》 之所以想看这部电影 是因为 我非常欣赏的冯导 在微博上 一直在推广这部电影 而且在前几天呢 他还晒出了一个 李一峰所写的家书 上面还注了 这么一段文字说 小兔崽子写的信 给我看泪奔了 冯小刚和李一峰 在这部电影《老炮》当中呢 出演的是一对父子 拍完这部电影之后 李一峰入戏很深 他以剧中角色的身份 又给剧中的父亲 冯小刚写了一份家书 非常的感人 李一峰在信中这样说 通过拍摄 自己逐渐理解了老炮的含义 他是一代人 是一种精神 甚至是一种信仰 那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来分享 这封 让冯小刚 泪奔的家书 如果您想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推送的文章 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 搜索添加 景波频道 去年的这个时候 我已经进组了 小金丝胡同 父子九局 小刚导演的一个提议 一下就惊到我了 真喝 这是我的第一场戏 那时的我 对老炮这个词 还不是很了解 拍戏的日子里 我也没时间多想 每天想的 就是怎么能够 完成管导的要求 怎么能够 接小刚导演的台词 怎么能够 不掉链子 三个月的拍摄 从前辈们身上 学到了很多 对老炮 对六爷 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它代表着一代人 一种精神 甚至是一种信仰 二月六日 在景山 拍了买鸟的那场戏 六爷起身的时候 小波 用手指 拉起了六爷 而我在老炮的戏 也杀青了 但我 似乎还有好多 想对六爷说的话 没有说 老炮从去年十二月 开拍 到今年十二月 二十四日上映 整整一年的时间 咱在心里 一直没说的话 也该说说了 说给现在 还活在老炮精神里的 那些人 说给六爷 亲爱的张学军同志 您好吗 北京又雾霾了 您那边怎么样 天儿 好不好啊 跟您说个事 咱那酒吧开业了 聚一听 按之前说好的大长桌 太失忆 披虎皮 反正怎么土 怎么捣吃 我觉得 再放上两坛子 女儿红 就真成了那 武侠小说里的 天地会了 不过 和别的酒吧 都不一样 也挺好的 再说 我也难得 红你高兴一回 就这样吧 但求现在 在酒吧帮忙 我没让他 再出去跟着瞎混了 小子挺能 帮得上忙的 就是总学你那劲 我看不上 你说 你怎么也不教他点好呢 我现在住家了 方便看店 杨火叔他们几个 基本每天都来聚一听 有时候 还带客人 我知道 他们是在 看你的面子上 还照顾着我的生意 反正 我说他们 也不听 就由着他们吧 不过 每次结账的时候 我都给他们 打个对折 怎么样 没给你跌面吧 他们几个 一凑到一起 就聊你们当年的那些事 我原来 不爱听你 叙道这些 可现在 还挺喜欢听的 他们就跟说书似的 一段段说着 当年多牛逼 看来 我还真小看你张学军了 真没想到 你当年 居然也带着 那么一大帮小弟呢 啊 行啊你 看得出来 他们都很想您 皮儿越来越冷了 我知道 您又开始担心 登照书的煎饼车了 甭担心 他营业执照 我已经给办妥了 以后 不用再躲着城管了 侠仪 也挺好的 振产吧 现在生意还行 他偶尔过来帮帮我 我知道 他也是一个人闷得慌 昨儿 见着闷三说了 我还数了他来着 那么大个人了 也不正经 成个家什么的 得 我就不该提这茬 您心里肯定骂我呢 臭小子 你操心别人 自己呢 您放心吧 我会帮您照顾他们的 我养了只鸟 和小波一个品种 我就不明白了 您弄个鸟 跟我起一样的名字 您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不过 这鸟 比小波强 要不 就是我比您会骄 今儿早起 和他聊天的时候 他叫了一声 爸 其实 我现在挺后悔的 您看我以前 总是惹事 总是跟您较劲 其实 我是想证明给您看 我 我 我也有我的人生 我不用您那个活法 一样能活得 漂漂亮亮的 一样风生水起 我想在您跟前迎上一次 让您承认我一次 让您能说上一句 儿子 你真牛逼 因为从小到大 我都没得到过您的一句认可 为什么 别人家的孩子 都有父母宠着 我就不行呢 我想用这样的方式 让您注意我 让您知道 您的儿子 不会给您丢人的 这次我出事 我看着您 活着命的样子 替我平 我挺心疼的 看着您 说话办事的样子 我佩服您 听着闷三叔说 您去冰湖 举着刀 要跟那帮人 死磕的时候 说您那帮老伙计 全来帮您捧场 说真的 我特别骄傲 但是 我怎么能跟您 开口说这些话呢 这个城市 每天都在改变 我们成长的速度 永远赶不上 城市发展的脚步 赶不上 时代进展的脉搏 有时候 总想着往前跑 总想着 得不被这个社会淘汰 总想着去迎合别人 却从来没有想过 静下心来 想想自己 到底要什么 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酒吧 经常有跟我差不多大的人 过来喝酒 有时候 听他们在那淡逼聊天的时候 我突然就想起了 我突然就想起了以前的自己 怪不得 您老说我不着调 有些事 真得经历了才知道 路要一步一步走 饭要一口一口吃 做 永远比说更重要 靠谱这俩字 要让别人来说 想想过去的自己 总想标心立意 总想着 得玩出别人没玩出的花 总觉得 不个性 就叫做 不年轻 而现在 我只想照着您的样子 活 在年轻的时候 能结交几个 实打实的过命的兄弟 一起引马江湖 能守住那些祖宗 留下来的规矩 时刻鞭策自己 能将一份热血的执着 铭记心田 不忘初心 这样 我想 即便是在老去之时 也会觉得 自己的过去是辉煌的 是幸福的 是充实的 不会因为自己的过往 太碌碌无为 而遗憾 我不敢说自己活明白了 只能说 有您给我做标杆 我不会再走弯路了 您搭着命 在守着的理 不能在我这儿 就被葬送了 儿子没本事 让您过上好日子 也基本上没尽过 什么当儿子的责任 现在 我只想把这个酒吧 经营好了 这里 是您的一个心愿 也是我现在的寄托 您总说 要讲规矩 要讲道义 要有情义 以前我不当回事 现在明白了 这些东西撑着的 是一个人的骨气 明白了 做人 就该有人的样子 明白了 人一辈子 能坚持一个理 是一件 多么牛逼的事 前两天 侠仪来店里帮忙 关门以后 跟我聊了很多 她说 自己看人 从来没看走眼过 她对您的感情 也从来没有后悔过 说 您是一个 值得跟一辈子的人 她说这话的时候 偷偷地抹眼泪来着 我看见以后没说话 我知道 她心里有多惦记你 大伙儿 都惦记着您 您用您的方式 在影响着每一个人 我现在遇着事 都会想 如果是您 您会怎么办 如果您在 您会怎么说 我不知道自己 能不能做到您的样子 但我要活出 张学军儿子的样子 我 真不想跟您说 我错了这种话 我觉得 忒没劲 但是 我想让您知道 我不再像以前一样了 张学军 你放心吧 小波儿以后 不会再让您失望了 他以前不懂事的时候 都过去了 您 也别跟他置气了 就这样吧 不多说了 大家都好好的 您 也好好的 儿子 小波 2015年 12月25日 于 聚一听 爱记得年少时的梦啊 想多永远不凋零的花 陪我经过那风吹大 看世事无常 该沧桑变化 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 是永远都难忘的爱 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花 永远在我心中 虽然也没有他 走吧 走吧 我们总要写着自己长大 走吧 走吧 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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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 也曾伤心流泪 也曾黯然心碎着 是爱的代价 也许我偶尔还是会想他 偶尔难免会惦记着他 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啊 别让我心疼 别让我天光 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 让往事都随风去吧 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 人在我心中 人在我心中 虽然也没有他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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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走吧 走吧 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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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自己的心找一个家 也曾伤心流泪 也曾黯然心碎着 是爱的代价 也曾伤心流泪 也曾黯然心碎着 是爱的代价 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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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会 未经许会 为凡尽 有所影响